Katoc Katoc 嗨 大家歡迎來到雷神料理實驗室 哇 今天 其實就是要 對...還不錯... 還最美 都美啦 你看看我 說不錯 不可以 最近大家流行的一個叫做 400次的咖啡 是用了吉隆咖啡粉跟這個糖 還有水 把它放到這個鍋裡面 打了大概400次就會發泡 那剛剛我也大概花了15分鐘的時間 這樣多美啊 多漂亮 你知道這白色是什麼東西嗎 牛奶 好 然後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他翻譯什麼 他翻譯他還要翻譯什麼 欸 欸 上面那個口感的綿密度是很夠的 今天因為網路上太多人 在打400次咖啡了 我們今天要來實驗 但我們實驗我們不打咖啡 我們要來試試看市面上賣的 各種吉隆的粉 能不能也是打400次 然後變成好喝的奶泡這樣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 檸檬紅茶粉 芝麻糊粉 杏仁粉 杏仁粉 麵茶粉 麵茶 還有印度拉茶粉 印度拉茶 運動飲料粉 喔 我先選在我面前這個杏仁粉 好不好 我選一些 好老喔 哈哈哈哈 好老喔 好啦 那換一下換一下 換麵茶粉 還不是一樣 啊 更老 好 OK 那就杏仁粉好了 打的速度的話就照你正常的速度 要把空氣打進去 這個重點對 就是把空氣打進去 對 把空氣打進去 對 其實打400次呢 就是一個比例而已啦 事實上要看各位的速度跟力道 打不起來吧 網路上有研究過說 很多其他粉有可能打不起來的原因 所以它裡面的乳化劑不夠多 所以如果說乳化劑不多的話 他們會建議說 拿鮮奶油打成奶泡加進去 可能比較有機會成功 對啊 為什麼不早點講 對啊 為什麼不早點講 看了我一生啊 對 搞不好 我覺得會很嫌是不是 不是 如果要做實驗嘛 做實驗就是你們先試試看 不行了 那我們再加鮮奶油冰就試試看 早說嘛 其實我們今天打的這些食材啊 基本上沒有油脂的話 它是不會乳化的 因此呢 我們有加了一點鮮奶油 稍微有一點點頭吃飽啦 有一點點小作弊啦 但是呢 你必須要加一點鮮奶油呢 才有辦法把它打成像乳化 有點霜狀的那種感覺 好好哭喔 好好哭喔 欸 檸檬有錯耶 來吃吃看老人味 來來來 老人味來 可是我覺得也不錯 這個很像蛋糕鮮奶油 配上面的那個櫻桃 對 因為那個櫻桃有一點 對 櫻桃 九字櫻桃那種感覺 櫻桃 很可以喔 檸檬的這個檸檬紅茶口味 小時候我們吃一種餅乾叫 歐斯麥餅乾 裡面的那個夾心的那個味道 有一點那種檸檬味道 你不知道喔 你不知道 我們兩個知道吧 我們來 我們兩個知道吧 我們來 芝麻呢其實吃到它是比較多 古類的那種味道 運動飲料這一個是我最喜歡的 優格味是不是 優格味 其實有一點優格味 但是它的那個優格味 又有一點像那個檸檬蛋糕 上面那一層的那一種 糖鬆 那個平的那種味道 那羅軒你覺得那個麵茶 吃起來怎麼樣 讚 麵茶加一點奶味 你的那個印度拉茶呢 超級讚 怎麼個讚法 就是奶茶 奶茶奶霜啊 奶茶奶霜啊 那那個杏仁呢 其實杏仁說真的也不差啦 其實我覺得大家加了些奶 我吃起來就像奶霜 然後加了一點點那個味道 各種口味的奶霜 對 就是很像咖啡廳上面會放那種 最不適合的口味 1 2 3 我覺得麵茶最不適合的 麵茶真的很不適合 我覺得不好吃啊 麵茶很好吃 那是老人味 那是標準的老人味 你吃起來就是米茶 對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事 除了咖啡以外 這六口味最適合拿來打的人 1 2 3 我還是 你為什麼不選我的啊 因為這樣不好吃 我打得很辛苦 好 其實這六種口味呢 個人覺得都還不錯啦 就是大家在家無聊的時候 家裡看有什麼粉都可以拿來打看看 對 搞不好改天可以打那個芥末的 來試一下也OK啊 對啊 所以我們大家都雷神實驗 是要有實驗的精神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要怎麼樣 按打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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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掰